HELLO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Facebook或Instagram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我就是準備決定再次減肥瘦身這個計劃 謝謝所有網友對我這麼關心 因為每個網友都很怕我病態減肥 怕我減過度瘦會影響健康 放心 我這次會比三年前的瘦身計劃更精準 更做了更多搜尋和更多功課去接下來應付我這個瘦身計劃 也希望今次可以做一個VBOX的記錄和大家分享 怎樣何謂瘦身 燒肢 什麼才是真正的瘦身概念 因為前幾天我看完美容公司的體肢磅 那天我回到去就非常不安 我第二天也很忍不住 立即又去我三年前的瘦身醫生 又再去檢查多次 又再去檢查多次是否超標或是否胖了 但這裡我不會提及任何醫生的資料 因為它是一個西醫的 雖然它都是估出健康的減肥 但因為都是要吃西藥的 因爲每個人對於這個有不同的敏感度 其實西藥都會對身體有影響 而且它只是一個輔助物 雖然它會給坊間所有瘦身 燒肢的產品 即是我在說安全合格的產品 是來得效果近很多 但因為始終是西藥 所以我不想鼓吹大家這件事 又虧是宣揚了訊息 以為大家要吃西藥才可以減肥 其實一切都是靠意志力 都是一些輔助物 所以我不會在這裡講任何醫生的資料 大家也都不用問我了 其實我量度過兩次體肢 除了只量度體肢之外 還有磅數、BMI、肌肉率、新陳代謝率 因為兩條數據都太長了 所以我待會後製給大家看我量度過兩次的紀錄 大家先看看數據 好 大家看了數據是否有點勾頭 覺得數字很科學化 其實這次除了為自己瘦身做一個紀錄 拍一個VBOX之外 其實亦都想分享我自己對瘦身的概念 因為其實上網、Youtube、網絡 很多人都教人瘦身、做運動、減肥 但其實可能大家提到的資料未必有這麼多 我今次分享自己的一套 特別提一些數據 其實因為很多女生 現在上網、看Youtube 都是跟著各位Youtuber或上網的資料 去做一些運動、消脂、增加肌肉的運動 但發覺成效不大 亦都做不到別人的效果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沒有這些數據在手 亦都不太明白當中的原理 所以你不可以充分發揮整件事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恆心 喜歡保持運動的體態 又或者大家都覺得有點肥 想有更有一個更有效的減肥方法 我都建議大家不要買任何運動的配備 或者是健身的器材 首先家裡一定有一件什麼 就是體脂磅 因為這個是非常重要 雖然我現在都未買到 但我已經默認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有這些數據 你就要有一個儀器去記錄這些數據 你沒有這個儀器 那你怎麼知道你現在的進度如何呢? 但是為什麼不說買那些普通電子磅 就是磅到BMI指數 以及看了體重的指數 其實這個BMI和體重的指數 是已經勾了很久 已經不能充分表達 你是不是真正屬於肥胖 又或者你內在有沒有肥胖 前在的風險影響健康 所以建議大家 若然想著減肥、瘦身 又或者保持健康的狀態 想有一個紀錄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有沒有體脂磅 最好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體重BMI指數都是一定要有的 雖然說這個數據不可以反映些什麼 但是我相信所有磅都可以磅到這兩樣東西 最重要就是可以磅到體脂率 其次呢 雙層代謝率和肌肉腦 我覺得這五大數據都很重要 大家可以純粹在坊間找一下 若然我找到 我會在YouTube 或者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再跟大家分享 剛才大家會看到 我的體脂率大概是25點多至27 其實這個指標大家可能說 很低而已 二十多而已 其實已經是超標了 基於我網上找的資料 其實女士和男士一樣 30歲以上和30歲以下 指標都是不同的 我處於30歲以下 所以我就說回我自己女性的30歲 女性30歲以下 超過25%已經超標了 30%以上一定是肥胖 26至29 其實你是比健康這個指數超標 但是你都未屬於肥胖 可以說是正常帶點肉 我現在就是處於這個狀態 如果以健康 健康不要說是運動的體態 是健康的體態來說 我依然都是超過1-3%左右 體脂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為什麼我提到這麼多呢 因為你肥不肥 BMI和體重未必真正反映到 因為若然你BMI和體重 都是代表你體脂好像我一樣 已經超了標 甚至嚴重過我 30%以上 其實你體內是肥半的 只不過可能像我一樣 是骨架比較瘦 骨架比較輕的人 所以你會發覺 我體重BMI是對的 但其實你是體內脂肪過多 剛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數據叫內臟脂肪 內臟脂肪我是超得很嚴重 也是我今次非常之注意的東西 因為我平時很喜歡吃動物的內臟 一些不健康三高食物 所以可能內臟脂肪 也變積質比較多 女士的標準其實是單頭 我沒有記錯是5-8左右 不過10 這個內臟脂肪是屬於最健康的水準 最高只可以去到15 其實15已經算是高危 但我竟然去到20 所以其實今次消脂是我最大的受薪目標 我首先要講一個正確的減肥觀念 大家究竟是看著什麼指數去減肥呢? 怎樣可以跟著另一個指數去減肥呢? 就是新陳代謝率 新陳代謝率在榜上可能有些有得榜 但如果大家不知道自己的新陳代謝率多少 其實可以跟著我剛才的方法 上網去打新陳代謝率去research這個字 其實上網有很多計算的新陳代謝率計算機去計算 但未必是符合你個人 大家都知道其實這些公式的東西是一個大概 大家如果不想買個榜 就可以去網絡計算你自己的新陳代謝率 那為什麼新陳代謝率才是真正的減肥指數指標呢? 因為你由這個新陳代謝率 你才知道你每天是應該吸收多少卡路里 而去做出多少消耗 才可以達至一個真正的減肥的 你看著你的磅數 即是100磅、90磅 你是看不到你應該吸收多少和消耗多少 所以我有了這個指標 我就知道我每天應該怎樣吸收和怎樣消耗 其實你新陳代謝率這件事 大家說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新陳代謝率越高 你消耗的脂肪率越高 你的身體亦會比其他人更健美更健康 而且你更容易讓人更健美更健康 而且新陳代謝率越低 亦會反映其他問題 你會比別人更易衰老更易肥 你沒有別人那麼健康 而且每次減肥都會反彈 而別人可以保持這麼久 甚至一輩子都不反彈 就是因為這個指數 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新陳代謝率 減肥只有一個方針 一個方法 就是消耗大於吸收 有些人會刻意吃得過低 即是你一天要吸收多少呢? 就是那個新陳代謝率 那個卡路里指數 好像我這樣 千一、千多 其實如果你吸收過多 即是你每天 原來吃到2000的 你每天會多了800 800卡路里 但是你不做運動 那800卡路里就會轉化為脂肪 存在你的身上 即是你每天就肥800卡路里 其實你要維持一個 保持健康的體態 你是不可以吃 即是你不可以吃得太超過過 那個新陳代謝率 但是你要健康減肥 你亦都不可以吃得過低 低過這個新陳代謝率 例如我這樣 有千多 你每天吃得那500 其實你會拉低你的新陳代謝率 拖慢整個瘦身健美的進度 以及影響你的健康 以及你會很快卡在平台期 其實真正的瘦身 最好你會吃回你的新陳代謝率 卡路里 再加每天的運動去做消耗 你會減肥 就是要跟著這條公式 講了這麼多公式化的數據 大家可能正在追蹤 或者想關照片不看 現在就講怎樣有效去消脂 去提高你的肌肉率 以及消耗你的體脂比 就可以達到一個健美的身形 那怎樣呢? 第一步就是消脂 我剛才講過你肥不肥 最重要的是你體脂有多少 那怎樣可以做消脂這個動作呢? 其實永遠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高大氧的運動 中度至高度的大氧運動 那怎樣才是中度至高度的大氧運動呢? 其實就是跑步、游泳、健身單車 這些做到全身消脂的大氧運動 其實這幾樣都是最普遍 也叫做比較低成本甚至零成本 都可以平日在家做到的高消耗的大氧消脂運動 大氧運動也是超級重要 因為大氧運動在訓練、鍛鍊來說 大氧運動是一個最有效、最高效的方法 去提升你個人的身層代謝率 我剛才說過你身層代謝率越高 去消耗脂肪的能力越強 它亦都可以令你保持在一個最強、最好的健美、健康、健美的身形 為什麼你做這麼多收線條的家居動作也好 你都做不到別人的線條這麼漂亮 甚至你練不到現在潮流超級流行的腹線、馬甲線和人魚線 就是因為體脂肪過高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件事 以為不停做這些線條運動 就可以練到馬甲線、人魚線、腹線 其實這不算是錯誤的觀念 但遺留了一個重要的重點 就是體脂肪 因為如果你的體脂處於20至24 這個正常FIT的體肢範圍 即使去到20都比較難練線條 當然每個人不同 以數據來說 20至24是比較難令線條現出來的 人魚線、腹肌、腹線都是比較難現出來的 除非你刻意地地壓跌 你刻意地壓跌就會有 但是它是比較難存在的 那怎樣才可以令它存在呢 而且就是你只可以在延課一些 降低體脂比去到運動員階段 基本上22下至17左右已經會練到線條出來 線條亦會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想練現在很流行的線條 亦都是跟網上做的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你的體脂比數據 就是要瘦 我就是要瘦 要瘦到像筷子腳 要瘦到像條騰 它把體脂降到極低水平 甚至過低水平 你會發覺它的體態不漂亮 你會發覺它的線條 你一看就知道 它是水、肥高的線條出來 但不是它自己練的線條 即是它的肌肉率過低 其實這個亦是一個不算是最漂亮的體態 亦是不算是最好、最健康的減肥方法 所以我現在接下來說 這個就是肌肉率 大家就說我做這些肌肉率會不會變筋肉妹 這個是所有女生減肥的藉口 以及不做腐寵或肌肉訓練的藉口 其實這個是錯誤 是一個交誤 其實大家很怕會變健美先生 變健美小姐 變金剛BB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即使在網上做家居的小肌肉鍛鍊運動 也好 你天天做也好 其實是不會令你變肌肉BB 為什麼呢 因為健美先生和健美小姐的餐單是非常嚴格 其實健身有一個黃金口號 就是七成靠餐單、三成靠運動 他們的健身餐單是非常嚴格 而且他們出菜之前是用一個再嚴格的健身餐單 而且他們會脫水 再加上他們平時操練的時候會吃大量的蛋白粉 甚至蛋白丸 甚至有其他的藥物輔助物才可以操練到 好像他們這樣 單單靠普通的瘦身控制飲食 再加上你做大量也好、肌肉訓練也好 其實你都達不到它的效果 雖然說過了 高大量運動是對消脂、對提升新陳代謝有最高的效用 但其實都不可以忽略去鍛鍊肌肉 因為你鍛鍊肌肉的負重訓練 又或者肌肉的小鍛鍊 其實都可以提高你的新陳代謝率 令到你更快達至瘦身、收身 又或者達至更健美的體態效果 但它的成效會比消脂的大量運動低 大家有個錯誤的觀念 因為不知道以下這些資料數據 其實肌肉比脂肪小四倍 也就是說 就算你有1KG的脂肪和我有1KG的肌肉 你的1KG的脂肪是比我1KG的肌肉大四倍的 大家看到這個面積比都知道 其實脂肪比肌肉大很多 但是肌肉,即使是小過脂肪四倍都好 其實肌肉可以消耗卡路里的能力 其實肌肉可以消耗卡路里的能力 比脂肪高10倍 所以適量的肌肉訓練、肌肉鍛鍊 其實對減肥、收線條、收身是有極高的效果 肌肉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消脂的效果 因為它的消耗卡路里的能力比脂肪高10倍 所以如果你配搭大氧運動 再加你做肌肉訓練 那你就可以雙倍 不可以雙倍 你消脂的能力是會比別人單做大氧運動的高 而且你還可以做到一個更好的效果 就是可以做到收線條 和令到所有你全身的線條都比較緊緻 而且線條會比別人粘瘦的好多 那好了,說了這麼多瘦身 其實我今次的瘦身目標會怎樣才停手呢 其實我今次的目標可以分成三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我現在體脂有25-27% 所以我第一階段是希望將25-27% 這個超標的體脂壓到正常水平 就是24左右 當我完成了第一個階段之後 我就希望可以將再加重訓練 可以將體脂壓到22下 那為什麼呢? 剛才我有講過 因為我想練肌肉、腹肌、腹肌、腺條 所以我必須將體脂壓到22下 令到線條更加明顯 第二個階段可能會比較辛苦一些 還有我要看情況 要壓到將體脂壓到22下 就要看看22下之後 身體那些線條外觀狀況 明明顯是否突出 那我最終目標的 我最終極的目標是想將身體體脂壓到15-17% 是一個運動員的體態 那我就應該可以 那時候就算悶悶悶悶悶 在任何狀態 我都應該可以戴著4個腹肌 加一條勁實的腹線 我猜我要將現在超標1-3%的體脂壓到正常水平 其實應該是不難的 那應該是第二個階段會開始辛苦一些 將體脂壓到20-20下 應該這個是會比較辛苦一些 因為在三年前瘦身、運動和飲食家看醫生 那個階段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最低的體脂率都好像去到19% 所以第三 因為又過了這麼多年 過了三年年紀又增長了 是不是三年後都可以壓到20以下的體脂呢 我自己都不可以說有保留 但是有信心做到 但是應該要辛苦之 但是現在這個奔三的年紀 可不可以將15-17%壓下去呢 我自己覺得對我來說都有挑戰性 我自己就覺得是最有效的瘦身 因為你麻木做 麻木做燒焦運動、麻木做肌肉訓練 麻木做肌肉的鍛鍊 其實你是不知道自己達到什麼水平的 那希望今次又煩又沉又長又多科學化的數據 瘦身紀錄VBOG會幫到大家 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繼續上載自己的進度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好 讓大家做一個紀錄也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